我们两个人结婚四年多时间 自从我第一次投资失败以后 他对我的态度就完全变了 对我不管不问 特别自私 现在没事就早时跟我吵架 根本没有什么感情可言 我现在就想两个人把话说开 看看到底数字还能不能过 又是一个要把话说开的人 这段婚姻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张先生40岁来自河南无业 女嘉宾陈女士36岁 同样来自河南无业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老妹 40岁啊 你36是吧 36 结婚 你们俩结婚是 四年的时间 当时你是初婚还是再婚 我是初婚 您是 我是再婚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在跳广场舞的时候认识的 那个时候你单身 对 你那个时候也单身 离过婚的 离婚的时候有孩子吗 有 跟谁了 叛给男方 那为什么跟你前夫离婚呢 因为我两个人吵架感情不好 你离婚多久之后 你们俩结婚的婚啊 才是12年离得婚 12年离得婚 然后我们相处了一年才结婚 说说你们现在的婚姻嘛 有孩子了吗 有啊 多大了 孩子现在快两岁了 男孩女孩 男孩 行 怎么着了 现在要干嘛 我来这里就是因为我们结婚以后 婚姻中出现了种种的问题 啥问题 在我们刚结婚的那两年 我们关系还可以挺好 就是因为在这个15年那个时候 我投资失败以后 投资失败了 赔了大概多少钱 赔了十来万 然后呢 她的态度对我有巨大的转变 吃饭啊 洗衣服啊 也不管我的事 对我的生活就是不管不问 所以我就心里就觉得 她没有尽到一个做妻子的责任和义务 2015你现在 那一会儿她刚有孩子吗 相当于 她怀孕是14年 14年 12月怀的孕 对啊 到15年 10月份生了孩子 对啊 那不是她也需要别人照顾吗 她需要别人照顾 那她在家 我父母也照顾着她 但是最起码你说 刚刚怀孕的时候 你做个饭 这最起码能做到吧 但是她就不想我做 在此之前她是做饭的是吧 对对 那为什么不做饭了呢 因为当时 她说对我好 跟我说挣钱盖房子 她瞒着我 她做别的事 她等于把盖房子的钱拿去投资 对 那房子盖了吗 房子后来盖了 但是她跟我要钱的那时间 我确实没钱 那么后来盖了 也因为这个事 闹了不少的矛盾 那就矛盾不都过了吗 房子也盖了 还有啥事呢 因为孩子出生以后 我们就是说也有总共的矛盾 什么矛盾呢 我父母就是说想看一下小孩 就是有时候逗小孩乐一下 然后他就是说不让靠近 为什么 所以我就很生气 我们有时候就吵架 当时送了小孩 她妈对我很好 我也很热情的 她看小孩的时候 不注意把小孩的脸划破了 嗨 哪个小孩划破脸呢 就这个就 不让看了 对 现在还不让看 现在她妈带着 为啥又她妈带 你不带了呢 因为我想带小孩子 她妈不叫我带 意思说想叫我出来 打工挣着钱 这不是没事吗 孩子不是你妈带着的吗 我妈带着就是说 她一走去出来 对孩子也不管不问了 所以我的心里 觉得也挺平衡 你作为一个母亲 她现在不在家里了 她出去打工 那你呢 我也在外面打工 你们俩不是一起 出去打工吗 是啊 那你为啥不带孩子走呢 你们俩 因为孩子小嘛 带着就是不方便嘛 对 你们俩现在在外面打工 孩子给你母亲在带着 对 你怪责她不回家看孩子 是啊 是这意思吗 是啊 还有别的吗 还有啊 就是因为我投资赔了钱 但是我初衷是好的 然后呢 她就因为这个事 就天天跟我吵闹 说我不如她以前的丈夫啦 每个月都给她有钱花啦 这个那个 我叫你给我买衣服 你不给我买衣服 就你给我买鞋子 你不给我买鞋子 我买化妆品 不不买化妆品 我觉得我很生气 她不是没钱了吗 没有钱 我考验她怎么对我好 她没钱了你怎么考验 她有钱的时候可以考验 没钱了咋考验呢 我真心对我好不好 那你觉得她对你好吗 当时吵架对我很凶的 吵架以后对我很好 吵架以后又对你很好 那不吵的时候就凶吗 吵完夫妻不就这样吗 你们俩今天来这儿 要说清楚什么事 你想说清楚什么事 我就是想说清楚 我们这个婚姻 还能不能再继续下去 你还想跟她继续吗 就是说我爸我妈 以前都不同意 我们的两个婚姻 突然我爸我妈说 今天有孩子你好好过 当时我说我想过去离婚 你想离婚 我就想这个婚姻 还能不能过得去 我过得下去 你觉得能不能过下去 就是因为我现在在犹豫 你也不想过了是吧 我跟你说的情况 当时我跟我爸我妈说 我想离婚 我爸我妈跟你不同意 我两个离婚 你第一次离婚的时候 你父母同意吗 不同意我离婚 那你为什么离了 我两个感情不好 一个我吵架 那你跟他不也感情不好吗 当时我跟你说 我以前那个老公 他不说话 我理他他不理我 我觉得遇到这个人 这个第二个老公 我觉得我吵架了以后 他跟我说了 说这好话 我就去笑了 我觉得现在这个老公 他觉得好一点吧 这个老公虽然也吵架 但是这个老公 至少吵架之后还哄你 想不想过 先说你自己的想法 我想不想过 那就是说看他想不想跟着我过 因为他如果想离开我 我也没办法 不不 你先别说他 你想不想跟他过 我就说虽然现在已经有孩子了 我也这么大年龄了 如果以后有机会 我还是能赚到钱的 还是能够让这个 恢复以前的那种生活了 你还是想跟他过 你希望他能相信你是吧 对 还能带来昔日的荣光 是吧 是啊 现在你靠什么生活啊 最近做一些零碎的活 维持生活 自然的钱 就不如以前那么好了是吧 对啊 你是觉得你没钱了 所以他对你变了 是这意思吧 是啊 哎 来吧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奔卷 你们最初结合 至少我听到现在 两个人完全都没有提到过 一丝情感 所以走到今天 我不知道你们心中 还有多少的爱 还有多少的感情 甚至有多少的感恩 生活中有你 但我觉得是两个冷冰冰 自私的人站在这里 我甚至很担心 你们给孩子树立的是 什么样的榜样 当孩子长大了之后 说我的爸爸妈妈 他们之间没有爱 而无力承担 生活的任何责任的时候 孩子会是一种什么喜得 所以如果你们觉得 我们既然绑在了一块 这日子还得过 那拜托两位 都拿出过日子的样子来 既然以为人父母 收回去一些你们的自私吧 多为自己的明天想想 也对为孩子的成长想一想 努力去为这个家做一些什么 既然都赚钱 那我们就拟洗衣服 我做饭 既然都在说 这个孩子应该谁去看 拜托父母看 我们也多去看一看 去给老人寄点生活费 去给孩子寄点必需品 有事没事都常回去看看 只有你们两个改掉自己 曾经对彼此的 那么高的期望 才有可能走下去 调整状态吧 我就说这些了 好 谢谢 谢谢严老师 来 许总 这位你说 我相信你跟前夫在一起 也不会兴趣 因为他也不是你的 最终的一个合适的对象 当然他也不是 可能下一个是 但是我想给你的建议是 当你在面对 下一次的选择的时候 请不吝点赞 许总 再下去我觉得意义不大 想清楚了 我觉得就可以做判断了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许总 来 涂老师 其实我特别纳闷 六年前你才三十 他34 居然就促就了这么一段婚姻 你们是各怀心事去的 但是我认为 如果两个各怀心事 而不光彩的人走到一起 其实最后的结果 一定是不得善终的 因为你们俩之间 不是因为人的感情 而产生的基础 而由此构成了婚姻 你们俩之间 你们没有谈什么 所谓夫妻秦深 两个人都后悔不迭 两个人都后悔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还在一起干什么 但是把孩子的事说清楚 这就是我的意见 好 谢谢 谢谢图老师 你就好好想一想吧 就是一个丈夫 应该在婚姻当中 扮演什么角色 你可以要求他这样 你应该怎么做 你也想一想 作为一个妻子 该不该这样去付出 我们说 爱情是奢侈和易碎的东西 婚姻也一样 当有一些人只认为 婚姻只是生活的一个阶段 我为了要婚姻 而婚姻的时候 你们看到日子 就是这么难堪 你们自己选择吧 好了 一起进入那几天 喝谷方红堂真情60秒 你能不能悔改 你以前的 就是那种不好的想法 和错误的行为 你延续对我好 我还继续跟你过下去 看你的情绪对我好不好 我对你好 但是我有时候做的事 不是说对你不好 而只是你没有理解清楚 也许我是对你好 但有些事情不是单单从表面上看 一个人对一个人好不好 而是看这个 我的所作所为 最终的结果是对你好不好 所以有时候是你不理解 但是有些时候 我呢就是说 由于时间原因 没时间跟你说 好 时间到 谢谢啊 谢谢两位 请回 谢谢 请回 来 请关门 那几天喝谷方红堂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谷方红堂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看结果 挺好 挺好 来吧 想好了啊 想好了 还要过 还要过 因为 面对镜头说啊 因为啥 因为我们虽然婚姻中出现了种种的问题 但是我们之间就是说 他也有对我好的一面 我也有对他好的一面 但是我就是说 我希望我自己以后会好好对他努力 然后多赚一点钱 让他在物质生活上不感觉到那么的就是说 很不理想 所以我在出于理智方面考虑 我觉得孩子这个婚姻要继续下去 因为我们毕竟有孩子了 再加上我们的年龄已经大了 我不想再折腾了 所以就是说 我还是选择和他继续下去 你怎么想的 我还想给他和好 继续这样和下去 好吧 好吧 来来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好 谢谢 好 谢谢 感谢伊贝斯纯的爱 放心爱 伊贝斯纯净面膜提供的奖品赞助 牵手成功的情侣将免费获赠 由西莫智能家居提供的智能所 手机远程开锁 开启你的幸福生活 来 我们见证属于他们俩的时光吧 各位请见证 我以后会好好对你 然后就是说在婚姻中 我会就是说好好照顾你 让你以后不再受那么多的委屈 我可以接受你 你认识到爱 好 咱们拥抱一下 在爱里等着你 对你疼惜又长了你 在梦里全是你 不要再痴迷 把我放进 两颗心一辈子不留意 请亮灯吧 谢谢两位啊 好好生活好吗 好的 谢谢 谢谢你们请回 好 没有爱的婚姻就是坟墓嘛 只是有人在坟墓当中憋得慌 想出来透口气 有人觉得坟墓就坟墓吧 我愿意埋于此 所以对于婚姻的形态 我们追求的当然是那种幸福的形态 有些人有勇气去选择 不要这样的婚姻 有些人愿意在这样的生活里面 将就着度过余生 每个人由每个人选择生活的权利 我们作为旁观者 我们只是观察了这样一种婚姻 如果你不想要它 那你就好好地善待自己 善待你爱的人 善待爱情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晶云U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我们有请 陀余老师进入到晶云的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 伊贝斯爱情保鲜剂 网友提问 婚前我丈夫出轨过一次 当时我原谅了他 结婚之后我一直害怕 他在外面跟别人搞暧昧 他晚上只要一晚回家 我就会担心 现在他下了班 就出去跑外卖 我不让他去 我俩就天天为这事吵 秦老师帮我一下 我怎么做才能够不去 怎么可能不胡思乱想 世人都会胡思乱想 当你选择了包容 你就要承受内心的胡思乱想和纠结 要给对方悔改的机会 如果你的包容只是恕他无罪 那么一个数字 以及你高高在上的姿态 都时时刻刻提醒他 他曾经是有罪的 这样的话结果 非但不能恕了他 反而是累了自己 这是恶性循环 既然选择了宽容 就应该真诚地给他 改过的机会和这个过程 如果他的确不知悔改 到那个时候 你也可以人之意境地离开 我们的节目是由 药宝石伊贝斯 伊贝斯纯净面膜冠名播出的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那几天和古方红糖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糖的大力支持 爱情保卫战友 你看世界世界 看你的海伦凯乐眼镜 大力支持 谢谢以上机构 当然要感谢电视机前 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